只要把握好这两个关键点 不管你是用新鲜的毛豆还是冷冻的毛豆 都可以煮出这种颜色翠绿口感软弱的毛豆 再加上酱汁凉拌一下 味道简直绝了 喜欢的朋友们赶紧一起来看看吧 在澳洲基本上买不到新鲜的毛豆 只有这种冷冻包装可以选择 取出的毛豆不需要提前解冻 直接倒入一个大碗里 夹满清水多清洗几遍 你可以放在流动的水下清洗干净 洗干净的毛豆沥干水分后用盘子装起来 再用剪刀把毛豆的两头剪掉 这一步不仅是为了毛豆的外观更好看 也是为了煮的时候可以更好地入味 关键点来了 煮毛豆之前我们需要往开水里放入 比正常量多5倍的食盐 这样才能让毛豆在煮的时候快速入味 这里一包毛豆我放了5勺的食盐 另外还需要加入适量食用油 这也是保持毛豆外观吹鱼的关键 等食盐化开之后把刚刚处理好的毛豆全部倒进来 因为毛豆没有提前经过解冻处理 倒进来的毛豆会全部存在锅里 随着温度的上升煮熟的毛豆会慢慢浮上来 在这个等待的时间我们再快速准备一下等下用来凉拌的酱汁 大蒜和小米辣肯定不能少 而且要切得足够细 调味的酱汁方面我们简单的准备视频里的几样就可以了 然后再取一个小碗根据自己喜欢的辣度调一碗等下用来凉拌毛豆的酱汁 记性好的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发现这是小微经常用来做泰式沙拉的酱汁配方 没错就是它用它来拌煮好的毛豆味道真的是绝了 让酱汁腌制入味一会儿 我们再来准备一盆冰水 来不及做冰块只能用这个冷却器来加速降温一下 这里差不多煮了四分钟 可以看到所有的毛豆都已经浮起来了 就可以关火 用滤网把毛豆马上捞出来 转入提前准备好的冰水里 做紧急冷却处理 如果你没有冰水的话 可以在流动的水下做降温处理 这一步也是影响毛豆颜色的关键 完全冷却的毛豆 我们取一个小碗 分霜一碗出来 做原味的来吃 剩下的一半 我们用刚刚准备好的酱汁 来拌一个香辣入味的凉拌毛豆 把毛豆充分翻翻均匀 拌好之后先别早起吃 放入冰箱冷藏一个小时 等它充分入味味道会更好 时间到 把豆子从冰箱里拿出来 把腌制好的毛豆 转入到小碗里 酱汁也一起倒进来 就这样 一份原汁原味的煮毛豆 再加一份鲜辣浓郁的凉拌毛豆 就做好了 这里虽然用的是冰冰的豆子 但煮出来的颜色 依旧翠绿 形象倒满 脉相十足 煮的时候 因为毛豆的两头被剪掉 开水里加了足够多的盐 还有食用油 就算煮的时间只有四分钟 也可以让里面的豆子快速入味 熟而不烂 被酱汁腌制过的豆子 在这个味道的基础上 味道层次会更加浓郁 吃的时候 尽量先选浸泡在酱汁里的毛豆 会更入味 然后就跟吃小龙虾一样 先把一整颗毛豆放入嘴巴里 把酱汁味吸干净 再吃里面的豆子 做浓郁的酱汁 搭配软糯香甜的豆子 味道真的是太伤透了 一款豆子 凉重吃法 保证有一款会让你满意 喜欢的朋友们 赶紧去试试吧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分享 请别忘记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 简语时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